歡迎您取搜聽hello台灣 我是張家如 實力早安 家如早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實力有發現昨天中午出門 還是很熱 還是悶 對啊 因為昨天水氣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像昨天這個林邊 高雄林邊就35.5度 這麼熱 然後台北這邊31.8度 雖然這個東北風 可是東北風弱 水氣多 然後這個沒下雨的時候 又出太陽 對 就覺得好悶在裡面 對不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悶熱感 其實就很重了 對 就很重 但是今天之後不一樣 對 我跟Tim說 現在已經有個颱風了 不過大家不要太擔心 我相信昨天大家內心 應該又忐忑不安了 沒錯 因為昨天這個新聞都出來 對啊 說有颱風要來 真的 甚至還會直撲台灣 對 嚇死了 還說九月可能秋台對不對 對啊 又是秋台 又要來台灣 怕都怕死了 然後昨天下午就形成了一個 所以很多人以為昨天下午 那個西馬龍是要來台灣的 不是 不是他 不是他 那不是他 那到底西馬龍去哪裡 要來台灣的又是誰 我們就先來看看 好 來 首先先從 顯示預測圖 我們就要來看看 昨天下午兩點鐘 形成的西馬龍颱風 這西馬龍颱風 是今年第16號颱風 現在距離差不多 台北的東北東方 一千兩百公里的海面上 可是這西馬龍不會來啊 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它的寢視路徑很短耶 怎麼這麼短 沒錯 它就是很短 因為它很快就要奧子掉了 它很快就要變減弱 然後就變成一個熱帶性低氣壓了 所以它不僅對於台灣無害 而且往北走對日本也無害 因為它走不到日本 所以它就會消失不見了 到底對台灣有影響的是哪一個颱風 拜託大家 現在海面上就只有這一個西馬龍 這樣要來台灣的又是哪一個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來告訴大家 好啦 從地面天氣圖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比較清楚的系統 這個就是西馬龍 好 西馬龍的下面 這邊有一個低壓 這個低壓現在距離台灣差不多 770公里左右 好了 要注意的就是這個低壓系統 沒錯 大家還沒變颱風 那預計今天晚上到明天這段時間 它就有機會增強為一個 不要緊張 不是颱風 增強為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淑莉妳好壞喔 妳怎麼這樣嚇大家 沒有啦 我沒有要嚇大家 什麼時候變颱風 變颱風的時間是在禮拜六的晚上 到禮拜天這一段時間 有機會增強為颱風 一旦增強為颱風 它就是今年第17號颱風 名字會叫做燕子 這燕子 會飛的燕子 沒錯 就是會飛的燕子 然後它有可能會 往台灣這邊飛過來 好啦 往台灣這邊飛過來 它會不會直撲台灣呢 我要告訴大家了 現在美國跟歐洲的看法 又不一樣了 美國認為這一隻燕子 它就會直撲台灣 直接撞到中央山脈 這不是找死嗎 好啦 所以歐洲的模式認為 這一隻燕子沒有那麼笨 所以它會往台灣的 東半邊的海面上 北上 好啦 那到底是哪一個途徑 甚至其實還有一些 國家的模式認為 這燕子根本生不出來 所以你又不覺得太複雜了 沒錯 就是這麼的複雜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 不要太緊張 我們就是一天一天給它看下去 今天如果你拿著美國的模式 就說這隻燕子就要過來台灣 直撲台灣了 萬一它不來了 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就一步一步給它看下去 但是現在就是要看 一旦形成颱風它靠過來之後 到底它的強度怎麼樣 所以現在中央氣象署 事實上是比較偏哪裡 偏歐洲模式 也就是朝台灣東部海面北上 那我們後續就還得看 這個形成颱風之後它的強度如何 如果說是這個輕度颱風 因為就距離台灣很近 所以輕度颱風大概就只是發個海景 可是如果它是一個中度颱風 那很有可能就會發到路景 所以後續怎麼樣 變數太多了 也太複雜了 我們只能夠說 我們後續給它看下去 但是假如下個禮拜一禮拜二 這天氣上 恐怕還是會受到一些影響 我覺得會受到它的影響了 對 所以你不覺得剛剛蘇利 說夠 說得很精彩 對 因為有好多個結果 我希望不要深出的那一論 我都覺得這樣 都已經可以發展好幾套劇本了 所以我覺得 站在我們東森氣象團隊的立場 我們通常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的態度 我們不會先嚇大家 因為嚇久了之後 大家就不相信我了 所以我們就一步一步等一下看下去 但是就請大家放心 一切包在我們身上 我們會隨時給大家最新的訊息 那從今天開始 又開始雨要變多了 對 所以我們就趕緊來看看 接下來的天氣 坦白講這個禮拜熟裡已經說了 其實水氣是多的 才要大家開除濕機 那大大的標題就寫著 今天一直到禮拜天 東北風水氣增加 尤其禮拜六是東北風增強 那麼到了下個禮拜就要注意 熱帶系統的發展了 那麼今天禮拜四到禮拜五 是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北部跟東半部 就會有一些間歇性降雨 那麼午後甚至雨會比較多 所以尤其在東半部請注意囉 其實看起來 東半部雨會比較明顯 雨勢也會比較大 中南部都是穩定 但午後山區會有下雨 午後雷震雨 禮拜六跟禮拜天就注意了 天氣就會再更不穩定一些 因為東北風增強了 所以北部跟東半部降雨 也會比較明顯增加 那麼在這個中南部 午後尤其嘉義以南 有沒有看到 也會有午後雷震雨 或午後大雷雨 那麼這邊就要看 禮拜天外圍就是我們說的 這個燕子 準燕子台風 到時候它的外圍水氣 看起來也會開始影響到 北部東半部的天氣 那接下來更要注意的就是 下個禮拜一跟禮拜二了 到底這個熱帶系統 是不是一個台風 它的外圍環流雲系 會怎麼影響台灣 變數很大 所以這個雨區的變化也很大 我們暫時就先為大家 說到這邊囉 加入 好 那下雨不方便出門 可以透過美好世界 來出門走走對不對 是啊 今天我們帶大家來看看啦 這個嘉義 嘉義事實上有一個展 已經進行了好一段時間 沒錯 大家如果看到有趣的話 就很知道這麼美 對 它很美 很厲害 這是在嘉義 這個北香湖這邊 光之鷹鵡的一個藝術展 這個藝術展 我淑莉以前去看過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它真的就是透過光影的藝術 還有就是這一些作品 你可以看到這些藝術作品 然後購置的一副這種 很多的這種光影的一個表演 那去到這邊 你就會覺得好像自己 進入到益次元的一個空間 益次元的一個世界 尤其今年的主題 其中有一個展 展出這個桃花園 然後透過這光影的變化 還有裝置藝術 你就會真的覺得人就在這個 桃花園當中如夢似幻的感覺 那這個展注意喔 它展到就到9月29號囉 淑莉其實還滿推薦大家 真的有空的話 有時間的話 可以不妨去呢 去看一看 去走一走 應該會不需此行 那麼今天非常謝謝 來自於基隆的黃玉玲 先帶我們來看這個美麗的展囉 加入 好 那小姐聽一聽狀況 就趕快把時間交給淑莉囉 好啦 那我們就趕緊來看看了 現在外頭這裡啊 哇 好美啊 這裡的是 彰化 彰化的完工漁港 早上的完工漁港 看起來齁 你看看這個雲層的變化 雲有多一點齁 好啦 趕快展開今天的開始吧 9月26號 禮拜四了 一開始呢 先告訴大家 這個雨量累積圖 北台灣有在下雨喔 最主要呢 是因為吹東北風 再來你就可以看到 從雷達回波圖 很多水氣從華南這邊移過來 所以呢 其實啊 在這雙重符合的情況之下 基隆北海岸到北部這邊 都有下雨的 但是呢 基隆北海岸這邊 雨下的比較明顯 累積雨量也比較多 瑞芳這邊有14毫米了 那麼基隆的中正區 則是有5毫米 那現在時雨量最大的 也是在基隆北海岸這一帶 像是瑞芳現在有10毫米 這樣的時雨量 基隆的中正區也有5毫米 所以我們特別提醒 現在有在路上的地方 或是地面濕滑 路況安全 請多小心啦 那麼其他地方天氣又是如何 從目前溫度啊 我們也帶大家愉快來掌握了 首先呢 你可以看到 北部這邊 台北 現在雲多天 喔喔喔喔 現在的溫度是27度 中部來說雲也多 剛剛啊 你可以看到 彰化王宮那邊有沒有 又有黑的雲 又有白的雲 那麼呢 像台中這邊的話 現在啊 溫度也是27度 那麼再往南走 南部的高雄啊 就穩定許多了 高雄今晚幾度 二十六度喔 東部的花蓮TOO27度 整個離島地區就是受到 這些華南水氣的影響 所以呢 馬族24度到了後 金門啊 有一點清雾26度 澎湖前往的不得了 現在呢 是27度 那麼再從衛星雲圖當中呢 我們就可以進一步看到 這西馬龍颱風是個短命台 明天它就會消失不見 後續我們就趕快呢 要特別注意這個低壓的一個發展 台灣的天氣今天主要就是 東北風的影響 再來就是華南有一些水氣一進來 那麼因此北部跟東半部 上半天降雨是間歇性的 但是午後就要特別注意了 我們從雨區預報呢 就帶您一一塊來看看 尤其今天要特別提醒的 就是午後 包括了金龍北海岸跟東半部地區 要注意局部是會有大雨的 雨勢也會比較明顯比較大 中南部的話 午後山區 會有午後短暫雷震雨的現象 到了晚上跟明天 同樣都還是東北風影響 迎風面還是會下些雨 趕快來看看今天各地 更詳細的溫度預測囉 首先北部地區今天的高溫 是在29到30度左右 那麼今天北部當然水氣 就有比昨天增加囉 那麼中部地區的話 今天的高溫則是在32度 今天受到華南水氣的影響 雲量也明顯增多 那麼南部地區今天的高溫 是32到33度之間 那麼東半部則是在28到31度 那麼東半部要特別注意 今天午後的大雨 至於離島地區今天的高溫 則是在28到30度之間 所以最後淑麟再次提醒大家注意 今天天氣不穩定 尤其北部東半部一定要帶傘 東部的大雨還是請大家特別留意 尤其是一些比較脆弱的地方 脆弱的路段 那麼因為天氣潮濕濕度很高 再次提醒家中廚師機要記得打開 時間再交還給家如 沿浮室